当地时间,2019年2月23日,委内瑞拉与哥伦比亚边境,一批英委内瑞拉反对派要求提供的国外人道救援物资入境委内瑞拉,遭遇委内瑞拉国家警察拦截。 图片署名 东方IC,物资运送车辆被警察点燃焚烧,民众现场试图抢救物资。 图片署名 东方IC,据报道,美国迄今已向哥伦比亚靠近委内瑞拉的东北部边境城市库库塔,运送数百吨物资。 同时不断施压要求委内瑞拉,于23日前,接受这些人道主义援助。 图片署名 东方IC,委政府拒绝接受,并要求美国取消对委制裁。 同时指责美方的人道主义援助,视为军事干预做准备。 图片署名 东方IC,美国国务卿蓬佩奥,22日在接受美国世界电视台采访时说, 希望维总统马杜罗改变想法,允许这些物资入境。 但他拒绝透露,如果委政府不同意物资入境,会面临什么后果。 竟表示一切选项都在桌面上。 图片署名 东方IC,自称委内瑞拉临时总统的反对派领导人瓜伊多,此前曾表示,将采取一切必要行动保证美方物资入境。 还号召反对派支持者23日为此举行全国大游行。 瓜伊多突破委内瑞拉最高法院不准他离境的禁令。 22日现身酷酷坦 图片署名 东方IC,美国白宫21日发表宣告说,因哥伦比亚总统杜克邀请,美国副总统彭斯,将于25日,代表特朗普总统,前往各首都波哥大,参加利马集团聚焦解决委内瑞拉人道和安全问题的会议。 图片署名 东方IC,而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2日报道,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约翰伯尔顿,在美朝领导人第二次会晤前需取消访问韩国,以专注应对委内瑞拉局势。 图片署名 东方IC 图片署名